好香啊 很多朋友不知道柴鸭蛋怎样做才好吃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款非常好吃有热味的柴鸭蛋 洗干净的鸡蛋放到那个砂锅里面 煮鸡蛋千万不要加热水哦 要加凉水 这个水要没过这个鸡蛋就可以 然后大火烧开再整中小火煮4分钟 鸡蛋可以了把它先脑上来不要煮的太酥 煮好的鸡蛋放到粮食里面浸泡一下 在四面敲一下 像这样这个发纹这样是蛋白的发纹就非常的漂亮有很热味 这个是最干卷的 现在开始煮香料了 这个食材是姜桂皮八角 匪香辣椒冠香叶发焦 一起倒下去 倒到这个刚才煮鸡蛋的水里面去 来点生抽 我用的这个是乌龙茶 茶叶 茶叶大概是五克 红茶叶可以 你喜欢放什么茶叶就放什么 15克冰糖 增加这个鲜甜味 然后放适量的盐 这个可以做煮此时的千万不要太咸 然后把它中火烧开 然后把这个鸡蛋放下去煮 再煮一个六分钟 刚才煮了四分钟 朋友们你们煮这个茶叶蛋 这个香料是不是跟刚才放鸡蛋一起放下去的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煮出来的茶叶蛋就没那么好吃了 要像我这个方法煮出来的保证很好吃 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下 还有我叫的用这个炒菜的铁锅煮出来的茶叶蛋也没那么好吃 有一种个铁心味 最好用这个砂锅 没有啊就是那个包饭的电饭包也可以 好喽先把它捞上来 好香啊满满满满满满的香味 茶叶蛋做好了 来八个一个看一下 哇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个滑满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刚看以前的视频 看看里面 你看里面的蛋黄非常的嫩滑 像不像那个大理沙的这个法纹 看看里面 里面的蛋黄好嫩啊 鲜香热味 做法非常的简单 大了一些我还都爱吃 特别是在学校的宝贝们 还有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们 做这个茶叶蛋不要锅 就用电饭包 用电热水服就可以搞定 非常的简单 你消费了吗 不费多看几篇视频啊 赶住哦 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